哎 未來晚期 醫生 怎麼可能呢 我才要十八歲啊 抱歉啊路小姐 你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了 算個事 見 萬年我跟你說話呢 挺聰明的 什麼事 給我一萬塊錢 我要買一艘限量版的運動鞋 我沒錢 沒錢 沒錢你就別想走進去 上個月的工資都給媽了 我真的沒錢 媽 我姐來欣賞我 怎麼了什麼事啊 怎麼了 這可是你上個月剛給我買的蘋果手機 媽 你上個月向我要錢說去看病 原來是給小峰買新手機去了 你弟正在相親 你不拿個好手機多丟人呢 我和你不一樣 你是沒有人要的老姑娘 我可要早點結婚生 是我姐就該讓我一輩子 別說是一個手機了 你所有的錢都是我 所有的錢都是我 但是 她是咱們那家的根 你才能讓她 我讓著她 自從五年前八九之後 是我大學沒畢業就載學外出打工 我為了幫她上學 沒了腳這個傢伙 沒人沒人 一天打好幾個狗 他吃的 穿的又要那樣不是最好的 我連這新衣服都不學能買 我讓著他 我讓著他 陸阿娘 你好什麼好呀 你弟說的對 你就是個女孩 這麼大年齡了又嫁不出去 以後他也指望你弟的 今天 你必須給你一把鞋買了 再給你道歉 不然 就不就丫頭出去 我就管 我現在就管了 媽我的先生買球鞋怎麼辦 沒事啊 等會出來 我讓他給你 亂你 這就是你苦悶身體 放棄學歷 辛苦付出五年後來不及 他們沒有人在乎 睡一下的日子 好好為自己活吧 阿寧 你鬧什麼脾氣 你真的要離開家 不要我和你弟弟了 我就知道 你嫌棄我們母子倆 是脫妙瓶 現在就想拋棄我們是吧 會我還醒了你愛吃的草莓 你可白眼了 我當初就不該 你幹什麼 該把我吃下來了 草莓是露小的我喜歡的 我吃草莓 為了這個年 我賣過保鞋 送過外賣在酒吧賣過去 三餐不規律睡不好 所以我咋會問 草莓會出現問題 這些你知道嗎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忘了你在你爸離死之前 答應我什麼了 你說你會照顧我們母子一輩子 不得好死 我現在不想照 我就等著不得回 今天你敢踏出這家門 你沒有這個女兒 沒有 我不是生是死 再也不快進去家門就做 家門就做 你人家 怎麼那麼 沒事的 我就是壞掉 就是晚清 每個人都不行 啊 我就知道我會更倒霉的 你也像 不要你能把我怎麼樣 那 陸安宁你拿个体检报告室去投胎了 再给你30分钟 你要是再不来上班就别干了 等着 我现在就回去 学姚 你不就是因为萧涵骂我是癞蛤蟆吗 今天我这个癞蛤蟆 就变成天文让你看看 你学呀好漂亮 木按钮练 我去医院的事情已经向萧总请过假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干什么 你这项目计划书做的不太好 给我重新做 真的真的 我这项目书萧总已经批准通过 我是项目计划书要不重新 我就重新 我 天 物 是不是不想干了 对 老娘就是不想干了 再也不受你的鸟借 啊 我说的 你这又是帮上哪个鸟借 你这又是帮上哪个鸟借 你这越像你是萧涵的重 谁不想谁不想 就是下来 你现在还不滚 等我嫁给萧涵了 就开出这个奥高的东西 对 我就是喜欢他做的 你凭什么总是找我这么差 凭什么总是给我添的 我看看你什么身份 虽然可是喊什么见诚 张也欣 你这暂时没毕业的球 你敢说喜欢他 你也配说你喜欢 我我不配 老娘配他180个来回代管帮你 我头发丝都比你异常 我不配我带死他 你怎么办 这不要把你吃了 你发现了我就想病 精神病 看看你的丑恶凶狠的嘴里 整个丑死了 啊 之前你打我的巴掌 我就不给你提醒了 以后我可怪你 我还你你敢打我我 小岚 露助理他打我 你看我的脸 露助理 露助理已经死了 写下 你可是陆 附陆安宁 谁敢再笑啊 都给我滚出去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放开 陆安宁 注意你的身份 这是在公司你发什么疯 小总 凭什么炫耀天天欺负 我就不能反抗 也是 什么身份啊 一个情人吧 我不干 那只是个谣言 我不会去 等这个项目结束 我就公开我的关系 这个 小韩 我累了 你分手 安宁 你不想工作可以 我被你放假 这张卡你呢 保住的吧 行啊 这张卡我的书下 你图我送 我图你先 这笔交易咱俩都不快 以后 我也不会出现在眼前 好啊你这个妨女 竟然敢拿小韩哥的钱 小韩哥 我说的没错 他重许个败街女 大小姐 你有钱 你高尚 你搞传案 我物质 我功率 我搞成金的 就你俩 早日狐狐生 一台八 各个都 各个都超喜欢我 你加油啊 哎 小韩哥 那个项目书咱们还得对一下 把这两条件 哼 狗男呢 给我刷总统套房 三个 是小姐 你帮我百万 今天 非要刷到狗男 让他打出席 小韩哥 你怎么把你的副卡给陆安宁了 他在酒店消费一百万干嘛 找男人 行我看了 没有问题 本天我会亲自去找薛总的 小韩哥 你不是都分手了吗 薛小姐 我跟陆安宁的事跟你忙 我要去找他 哎 小韩哥 啊 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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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这才是手 你说你爱了不该 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没意思 妈跟小龙这话 应该也睡觉 小狠 陆安宁你是不是不长记性 记住你马上就是要死的 下来的时光 必须好好享受什么 狗唱 插一下 以前不 않은 我现在开始 我操作 你操作 啰 脑 來我上班 哎呀陸小姐大家又下班了 誰沒下班 陸小姐 羅安宁 叫個停車 羅安宁 羅安宁你醒醒 雪子 你終於了 相信我偷信你了 早上你弄回去 你等誰 當你啊我還沒等 你怎麼問我那個渣男老 這麼像 算了 沒關係 何求 何求和用 羅安妮你好大的膽子 為著我找別的男人 是就好那個渣男先惹我了 今天到底怎麼 你知道 我過的有多苦 我媽我弟把我當體重心 張口閉口就是家 還有還有小寒那個家 我為了當好他的生活 我要學理 學木頭學 我要學服飾學美容 我小寒都要學 不容易嗎 辛苦你了 就因為我沒上過大學 就因為我教 小活該被小寒 沒學養 還有他的那些亂頭畫上的欺負嗎 變什麼 那你 小孩 你怎麼回事 是不是合作我先 站住 你想要休息我給你放假 區域景萬一號別墅 房子我過戶給你 明白你自己知道 我不需要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還 這兩者也給你 我說了我不需要 小孩 你不就這樣我喜歡 告訴你 現在我不愛你了 我再也不喜歡你了 你不 亂你了 你不得說 亂你了 你 難道你不知道亂翻別的東西 是很不禮貌的經驗 你生病了 對 我是生病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生什麼病 我帶你去看 我去給你找最好的醫生 復刻病 我內分泌失調了 這種小病 就不希望老百姓 女人病也 也不是窮 是我開的 先出去了 嗨宋小姐你好 我是我們酒店 最會唱歌的男朋友 我這 這男人是誰 感覺我的單 給我管 你就是喬治的吧 等你很久 姐姐 我的能力是趕趕的 絕對對得起 十萬以為真正 啊 怎麼假的 當然是真正 在這碰他一下 星星 斷了你的爪子 哥 我承認 你比我長的帥 但是看咱們給紅紅 他看重的不是延遲 是能力 是吧姐姐 對 對 喬治說的對解 好 真行的 慢走不送啊 剛好 蓋子 雖然是 会做一个合格的工具人 是什么错 包你的钱 还是花了擦 哈哈哈哈 姐还是你会玩啊 之前我哪敢这么玩 对了 你是新来的吧 他都不知道还敢顶撞他 他可是海澄首付 香氏总裁 香 小 冷面眼望肖寒 完了我我被封杀了 我刚才骂的可是萧总啊 我这哎呀 没事 跟着姐姐包你三个月 保证这三个月之内让你吃香疼 而且 这 哎 姐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唯一的姐 来 哎死小子 你还真敢碰他找死 你还真敢碰他 萧总 我只是为姐姐喝酒 我跟他是清白的 哎哎 我老还说你们是清白 那我是傻子吗 我 你先下去 啊 啊 萧总 我跟姐姐真的是清白的 萧总 别说我跟他没有什么 就算我跟他有什么跟你也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刚才你跟我深情告白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放开我 我刚刚那是喝醉了 我去娶你的薛大小姐 陆安宁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可能娶薛大 明天我就去跟薛大爸爸说清楚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是薛小姐 明天就是什么林小姐 小韩你知道的 因为萧家是海城第一世界 你爸妈就不可能同意你这样的人 娶我这种没学历没身份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清楚呢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 不相信我能娶你未来呢 未来 这几年我给你当情妇还不够吗 我付出了三年的情出还不够吗 难道你就想让我当一辈见不得光的女人呢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吧 小大少 陆安宁你是不是疯了 如果不是当初我救了你 你现在都还在酒吧里面卖酒 对 我就是疯了 我不想再忍受了 我受够了 我不想让别人再用异样的眼光看 你给我出去 给我滚 你让我滚了 怎么 小大少听不懂周我了 忘了你用异中了 该到 我我滚了滚 我出去 安宁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改天再来看你 小韩 你是我这辈子爱过的男人 最后这三个月 你离我远远的 好吗 喂妈 你猜我在地豪酒店看到了谁 那个白眼狼陆安宁 他现在已经攀上了首富小韩 人现在都住上总统套房了 怪不得抛弃咱俩 什么 这死丫头 住在总统套房 你给我看好了 我今天 非要好好教训就去他 敲门 老安宁开门 知道你家里边别不吭事 老安宁开门 让你滚没见见吗你发自散的 我死丫头 干你妈滚 你怎么 去 去 你看看我姐在这过的多滋润啊 光这瓶82年的拉菲 至少价值十万 我买鞋他说没钱 白眼了 人家在这过的逍遥自爱 咱们在家吃康宴菜 白眼狼啊我白仰你了 你跟你死的编书模一样 是斯姿 一个人在这吃香的喝辣 竟然抛弃我和你对你 来 想起来 你吃什么 这大肚可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時候不跟我跟媽說啊 是怕我們阻攔了你的好事嗎啊 你怎麼得小朋友 哎呀 我說阿娘 這麼好的事你怎麼不跟媽說呢 哎呀 你家人跟蕭大少在一起啊 就算是不做正親 做個小妻也不錯呀 如果你趁年輕給他生個兒子 那蕭家的一帆家產 不都是咱們家的了嗎 對吧小胞就是姐 媽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知道我跟蕭海的事情 但我現在就告訴你們一句 我跟他分手 你沒命吧 你敢和蕭總分手 你算什麼玩意兒啊啊 姐 蕭總肯定給了你不少錢吧 你給弟弟點花花 我要的不多 就一百萬哎呀對呀 沒錢 沒錢 怎麼可能沒錢 這算你跟蕭總分手 他肯定會給你分手費的 錢呢啊給我 跟我們還藏著噎著 錢拿出來呀 那你一會兒我就知道了 什麼玩意兒 你還有錢去看病 抓什麼病 全的給我 是你們逼我的 那你要錢的 這麼多我 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學 為你給人錢走了 啊 我從小到大上學都是全民 當初罷死 我好不容易獲得了出國 供費療學的幾分 是你抱著陸小峰 跪下來哭哭哀求我不要走 是你毀了我的夢想 毀了我的一切 你現在還要炸開我身上 最後一滴血嗎 我就問你 女兒就沒有兒子中癢嗎 怎麼不重要了 要是不重要 我能把你養這麼大嗎 小時候我就因為把你扔了 就是 笑什麼笑啊 你笑什麼笑 我問你要錢的 錢呢給我錢給我錢 錢錢就要錢是吧 對 哎呀 哎呀 你別吵 幹什麼 幹你嘛 別吵 放了不你 駱駛你 你瘋了嗎 這可是加這十萬的紅酒 我 我連一嘴都沒喝呢 我呢 就是瘋了 我錢呢 幹什麼 幹什麼 我把你給我賺錢 不是 我 我 我 來啊 媽 你不是要跟我當 你是像我要錢嗎 媽 你要是再給我這個 就讓你寶貝兒子 咬他的臉 吳阿娘 你什麼在幹什麼 他可是你的親弟弟 救救我 我我可是你的親弟弟姐 我是路家的哥 路家根 你憑什麼 憑什麼要讓我為你副副 你以為你害死 我已經早下亡了 走路啊你 我告訴你 今天你看都小分 你跟喊毛 誰不就心中宰了你 你不是想讓我 那我們講你行 哎呀 阿娘 我我們知道錯了 我們現在是我們立馬就走 放下了 我太不敢了 親你愛的 我太不敢了 我太不敢了 阿娘 他們是什麼人 小小總 小總不讓你媽 這個丫頭都費了錢 他要殺了他親弟弟 我求求你 救救我兒子 我求求你 姑姑 救我 阿娘 他們 是你的親人 你別衝動 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 這麼動刀動手都不太好 我求求你 救救我兒子 我可以跪下 我求求你 救救他救救他媽 小孩你別管 今天就是要跟他們一起死 誰都 我今天就是要跟他們一起死 誰都別想活 別生氣 我為了他們搭上自己的心目不值得 你死 你死牙子 快別斷 我 這都不太過分了 安妞 你為什麼從來不跟我說你家裡有親愛 我不知道你過得多 他們要錢給他們就是 這樣兩白俱傷的方式要不大 向海 誰讓你多辦行事了 你以為誰都跟你要把錢不當回事嗎 這就是我處理事情的方式 我剛剛是嚇他們的 我跟你說你先幹什麼 我又不是扭人打就只有你愚蠢 我會為了他們 為了錢委屈自己陪你睡 你不要這麼誤解我是嗎 對 我現在不想陪你這個大少爺玩了行嗎 你現在就給我擦 走就走 從今天起 我再也不會出現在你面前 這死丫頭 這下手也太狠了吧 媽 咱們去藥田平藥道 我還被這個瘋丫頭划了一刀 媽 我不服 這丫頭 賞本事了 本來想著 這一輩子讓他掙錢養你就行 沒想到他竟然爬到小韓的床上去了 不過這樣也好 咱們呀就在這兒等小韓來 媽的意思 是和小韓要錢 那肯定的呀 總不能讓你姐白白在那睡了吧 他要不給個一千萬 這事兒呢 算完了 還是媽厲害 不過 這一千萬怎麼能夠 至少給五千萬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這就交通五千萬 雅浩 給我查一查路安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 查查他的家屬 是老闆我現在繼續查 小總 你們要幹什麼 哎 小總 我知道 現在你和我家女兒在一起 我們家女兒 那可是清清白白的黃花大閨女 總不能 白白被你睡了吧 說吧 你們要多少錢 姐夫 你可是海神首富 你 個亦不多吧 啊對呀 你找 老闆 我 我剛剛是跟偶德出了問題 老闆 他要一個億了 一個億 我給 哎 小大小真是大錢 好大的膽 敢威脅 這錢 只要你們感受 讓你們母子吃一味 老闆 哎呀 老天爺呀 啊 有沒有人來還還還呀 就是啊 我們家清清白白的一個黃花大閨 你就這麼被銷頭被騷擋了 就是啊 有沒有人來管管呀 來給我們做主啊 閉嘴 還想不想 媽 啊 這張卡 有100萬 要是再讓我知道你們騷擾陸安寧 我打斷你兒子的第三條圖 啊 媽 你說這個玩兒真的有一百萬嗎 肯定是真的呀 沒想到 這個蕭總 卻不行了這個死丫頭 一出手就是一百萬 哎呀兒子 咱們又發財了 哎呀以後啊 我可就有個首富女婿了 哈哈哈哈 陸安寧啊 你這一輩子都別想擺透啊 最後三個月 我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的 這些衣服我全都要了 好的小姐請穿吧 這條裙子是我們剛到的春季限量款 全國只有一條 年身材這麼好 這條裙子簡直就是為你兩身訂做的 就是有點貴 要五十萬一票 我要 怎麼是你啊 陸安寧 你拿著小韓哥的看到處消費 你還要不要 怎麼 你們是情侶啊 你跟他又沒有關係 那我花他的錢 就跟你無關 確定就是我 不管是人還是衣服 總有個先來後到 我先看上了 那就是我 店員 這條裙子我看上了 我是薛家的大小姐 你要是敢把這條裙子賣給這個人上 我就讓你墊在海城開不下去 這是小姐 薛小姐我們惹不起 要不然 這條裙子就給薛小姐 我再給你找一條更好的星星 看到了吧陸安寧 你別以為爬上了小韓哥的床 就是我小姐 像你這種土雞 就只能眼望 這裙子 可不是你這個會穿的 怎麼配 我現在覺得這條裙子挺配你 你是不是瘋了 五十萬一條的裙子你都敢撕 你不是喜歡這條裙子嗎 今天我心情好 買了 抓卡 一會呢把這條裙子打包好了 送給薛小姐 一片都不能說 你是不是有病 把五十二買一條破布 我一定要小韓哥知道你的真面目 怎麼 又要給你的小韓哥打電話告狀 讓他停了我的卡 我說你啊 小韓願意給我花錢 那是他樂意 你倒在這道德高盛 一天八 顯得你有嘴啊 愣著幹什麼 還不趕緊結帳去 結好了小姐你的東西 你還不趕緊 不趕緊 今天要是給我道歉 你哪也陪你去 找找找 你天天光就要給你道歉 我告訴你啊 不要再亂惹我 否則 下次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也不能 我安寧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你現在這麼囂張 與其委屈自己 倒不如為難別人 這樣就是說 買了新衣服 那我是不是應該犒勞自己 去吃的好吧 兄弟啊 那也不是你那剛離去的小樹林啊 真的要漂亮 這麼美麗的小姐 不知道江某 能否有幸和你交個朋友 啊 我 跟我男人 我剛才的好心情 全被你的爛桃花打亂 還敢懂 當然可以啊 剛好我一個人吃飯 很孤單的 你這個小樹林還挺厲害 剛離開來 你就攀上了江家這個小兒子 哎 我跟你說啊 那女男孩剛滿18兒子 剛才國外回來 小白拖一個 真的 你要帶我去看演唱會啊 我長這麼大 還沒有看過演唱會呢 我有兩張外皮卡 還有煙花秀 就在體育場那邊 姐姐 那咱們吃完飯我帶你過去 當然好啊 你 請問你是江三少 她是我的助理 今天晚上 沒有時間陪你去看演唱會 姐姐 你用我電話 有時call啊 亂 江家三少今年才18歲 如果你想借著他加入好玩 江家人要是知道了 會不會陪你包皮拆骨 包皮拆骨 這個司法好像也不錯呢 你說別個事情 我已經辭職了 蝦總 我已經辭職了 不再是你的員工 所以以後我跟誰吃飯 跟誰去看演唱會 都跟你沒有任何 你信不信我一句話 我可以讓你在海城找到工作 我看誰敢用 誰敢用 那他呢 你的好友林少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下半身思考的動物 你敢去啊 你難道不是嗎 再說了 我覺得去林市少爺身邊 做助理 好像也蠻不多的 你看他敢不敢的 行啊 那我待會兒問問他 顧安寧 安寧大美女好久不見 更漂亮啊 林少也更帥了 看安寧大美女多會說話 這麼好的美女 小孩你怎麼捨得開掉 要不把他給我吧 你自己問他願不願意去 那蕭總 願意我去了 會長在你自己身上 安寧大美女 你的工作能力啊 我一直非常欣賞 有沒有興趣 來我這邊公司 你放心 蕭涵給你多少 我給你雙倍 做我的女人 要的就給你了 靈少比蕭總還要大方 這麼大方我肯定要去了 不過我剛離移植 還需要三個月的放鬆起 等到三個月之後 我一定去臨時報答 好 一言為定三個月後 我親自去接烏打美人 多謝蕭總 給我介紹了一個這麼好的老闆 你幹什麼啊 蕭涵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蕭涵 你幹什麼你放開 亂你了 明知道林子陽是個畫畫公子 為什麼還要去他那裡相伴 你當我是死人嗎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 一個合格的前任 就應該像個死人一樣 小漢 你現在對我來說就是個死人 你這張嘴 是要氣死我你 你說狗的嗎 咬這麼狠 我就是說狗的 你要是再破壞 你咬死我 陸安寧 你就真的忘了我們在一起這三年 就這麼狠心嗎 我要是真的狠心 今天就應該無負險 就下一任跟了林子陽 我還給了三個月的時間 祭奠我們之間相識的愛情 共對的情 三個月祭奠 總 你只能說我的 永遠是你 陸安娘 我們聊聊 哪都有你啊 你是不是跟蹤狂 我沒時間給你好 剛才我看的 小涵哥都已經不要你了 你還來查點 我說你怎麼出來這麼好看 原來就是來勾引小涵 看到了 那他強迫的我你看不出來嗎 你眼瞎啊 明明就是你勾引他 你看你胸前的二兩種 都快露出 不愧是拼命出來的業績 對上位不得少人 薛大小姐 你是不是罵人的話只有這麼幾句啊 我都聽膩了 陸安娘 你離開小涵 你開個架 你想要多少錢 你 要給我錢啊 陸安娘 我一直以為你是個聰明 知道你和肖涵哥之間的差距 你們根本就是不肯 況且我家跟肖家是世子 就算肖涵看在我爸的份上 也會夠我錢 況且也不肯在外面聊 如果我爸出手 損失的不僅僅是你 還有你家事 我給你一百萬 你可行 一百萬 說完你了 你別給臉不要臉 說不好聽的 你就是肖涵拋棄的隱跡 給你一百萬都是抬舉你 可以 什麼 我說讓我離開肖涵 可以 但這一百萬 會免也太少了些 我說陸安娘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一百萬你還嫌少 我說薛大小姐啊 想要薛人家甩支票呢 那你也得出手大方一些才對吧 五百萬 最多只有這些 但是你要這輩子都不許見笑 出門就被車撞死 不得好死不得善終 可以 你發誓 發毒誓 最毒夫人嫌 我都快嘎了還逼著我發毒誓 發就發 老天爺等著是我 老天爺我陸安寧今日向你發毒誓 收到了薛瑤五百萬的分手費 從此之後不再見小孩 如果我再見呢 出門就被車撞不得好死 滿意了吧 算是像我會盯着你 沒想到啊 我都快死了 還有人事要趕著我 可惜了 花不了 去了 老天爺 老天爺 你就應該看在我 做了這麼多善事的分手 下輩子總得讓我投個好胎吧 當個 玩蛋 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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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吹死了 陸主力 您在哪兒 能不能來公司一趟 原來是楊特主啊 我呢現在已經辭職了 再見 哦 不對 再也不見 肯定又是小孩那個顏網友 我才不去 嗯 啊 我 在那邊呢 我還在那邊 又是冷清零 大火 又聰明 一趟就靈靈 我請你們來是來吃乾飯的 這事兒要吃飯的 這個混蛋 焦毒又生氣了 自從飯店前落住你 一直後啊 你們合作 你要不要連下入住 他又是不出現 我們不去肚子裡吃一遍 我再試吃 大哥 艾德曼 敬靈 陸姐 陸大小姐 姑奶奶 你就看著咱們認識三年的份上 你你就胖胖胖這一次好不好 行吧 但我必須要短肖總不在的時候才能過 不在 肖子出去了 大小姐 趕緊過來吧 陸周蓮 對不起了 現在只有你能救我們了 睡 怎麼睡 小韓哥 這道下午茶時間點了 我專門給你買了一些點心 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小韓哥 這道下午茶時間點了 我專門給你買了一些點心 但是你不知道嗎 薛總先生說他跟走大金主 你穿他身上穿的 穿著包 哪一樣不是大胖 他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他之所以離職 就是因為薛小姐穿穿他喜歡老闆的事 他還敢回來 陸小姐 陸小姐 你終於來了 小總要找生氣度的氣度報告 我們怎麼都找不到 小總剛才差點 你們全開了 重要的文件 我都放在辦公桌右手邊的櫃子裡了 這些我跟小劉已經交代過了 陸小姐 你幫我找找好不好 最後一次啊 看你面子上 感謝羅小姐 如果小孩那個狗男子 你就是跪下來求我 我也不會來 小孩哥 我給你買的藍莓蛋糕 你怎麼就吃了一口呀 是不是我買的牌子你太喜歡 我記得你最愛吃藍莓味的呀 我去 我運氣這麼悲 這對狗男女怎麼會出現 我沒味 你去忙吧 小安哥 陸安寧現在也離開了 我不想到市場總監 我想留在你身邊 當你的提升助理 狗男女 玩辦公室不來 噁心 我不需要貼身助理 我不需要貼身助理 你不想當這個市場總監 可以低辭職報告 在這面 有兩點 小韓哥 你知道的 我就只是想離你近一點 好不好 反正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關係 小韓哥 走了 對 我不是 我也不是 罪人 說我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 对了小安哥 有一件事 我想了想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那个陆柱 他收了五百万 而且还发故事 说拿到钱之后 就再也不会见 否则出门就被摄撞 什么 那玩意不死的就疯了 可不是吗小安哥 而且你都不知道 那个女人她有多贪婪 我说要给她一百万 她还嫌少 她直接开口问我要五百万 我估计 而且她就是找好下载 所以才会那么爽快的离开 像这种不知廉耻 根本就不配待在你身边 谁啊 你非得逼我再对你回死 小安哥 鲁安宁 他现在都有别的男人 就不要再想着他了好不好 我才是那个最爱你 哎 小韩你桌上有东西 怎么了怎么了 小韩你 你怎么敢在这里 你敢叫小韩哥 你忘了你发的事 你接他你会觉得好死的 说话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小韩他拿了我五百万 五百万 这路地里也太太心了吧 拿的钱还在找消毒 人才都想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 既然薛小姐这么不想我跟小韩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 就要一直产生 直到我死 没想到鲁安宁这么爱我 鲁安宁 既然想做 就做我该在这里 你 你干啥我 薛瑶 发生不这样 刚刚不过是开玩笑 谁让你 我今天来 不过是因为杨特洞 让我过来帮忙找不见 萧总 你也听到 我已经拿了薛小姐的钱 自然要献手承诺 是吧 真的发了事为了钱 对 为了钱发了赌事 如果最近 就让我不得好死 就这么爱钱 钱可是好东西啊 谁不爱钱啊 如果没有钱 比八光衣服还要惨 五百万啊 我这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的钱 你缺钱你可以找我 我比他给的多的多 萧总要是多给点的话 我不更喜欢 你 一千万 谢谢 谢谢萧总大师 薛小姐 萧总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萧市找你们了 我收到这点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可沒本事 我剛拿了你們銷子我分手費 下一次你真的就不下來了 哎這怎麼回事 哎小美女哪里跑 我問你 真的該結束 啊陸小姐 我是人民醫院的院長 感謝您 對我們醫院捐助的一千萬萬 是這是 您最近有沒有時間到我們醫院來 再做一次檢查 這次有我親自給您檢查 上次的檢查呢 不用了 這新年也捐的錢 能用到所有急需用錢的病人身上 就這樣吧 不要給我打電 喂喂 這個怎麼辦 上次集齊出了故障 好幾份報告都出了錯 這陸小姐 就不來復查 這個怎麼辦 對了 這陸小姐在消聲做 我不如 給他的老闆打電話 我 要怎麼 薛大小姐被趕出來了 真是老天有眼 都是因為你 小孩才會趕我走的 我 這個女人 我真的跟你拼了 這一罵他 拿你一直像蒼蠅一樣出現在我一家 這一罵他 你教訓你剛剛在上海那幾公里 你是個女人 我會殺了你我會殺了你的 殺了我 我給你把刀你給殺我 你要是真敢殺我 我還會敬佩你有幾個武器 把你算什麼東西 天天拿著海龜雪莉在我路上垃圾 真以為我們都知道你幾花錢買了的嗎 你這個小子你再什麼東西你敢罵我 告訴你 我給你的五百萬 可是有轉張記錄 我馬上就讓我把你惹死 把你關到牢裡把你關到死 我看誰能救你蠢 你如果現在 給我磕三個死 我說不定還會殺了你 讓我給你磕頭 我呸 做夢 我就說嘛 你怎麼會那麼爽快的給我錢 原來是在這兒等的 謝謝你的五百萬 這是福利院給你頒發的獎勵成書 進行 不可能 把我的錢捐了 那可是五百萬 雪莉我最後再告訴你 我跟著蕭涵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在國外哪鬼 我在錢 你在後 老娘可不是什麼小子 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告訴我 我就真的差點小子 讓你這輩子都做不孝太太 一千千 怎麼那麼陌生 想快樂的走完最後的事 想不去弄了 小總 您別喝了 陸小姐那個人 他屬於吃軟不吃硬 都不吃 明天 蕭先生 我是人民醫院的院長 陸安寧是不是您公司的員工啊 喂 否則這沒有叫陸安寧的 妈 怎么办 乱你不接我电话 那一百万我刚买了一辆车 小夕说 没有成东的别墅 他就不愿意嫁给我 什么 成东的别墅 那多少有五千万呢 五千万对于消失来说 都不算钱 妈 小夕肚子里 说不定有你的大孙子 这房子是一定要买的 那个赔钱货现在还没找出 一好酒店我是进不去了 我有办法 我知道怎么让那个死丫子回来 他以前画的那些画 都在棍子里 里面还有消大声的画像 刷牙一定会 好啊陆小峰 还真有本事 真让他把那些画找到了 姐 这么久不回家妈都想你了 妈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 要不带着萧大哨回来吃顿饭 陆小峰 你以为拿萧涵的话逼我回去 我就会回去了 我告诉你 我财补 姐 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你要是回不来 你画的这些宝贝妈就烧了 随便说 我才不是为了小韩的话 我觉得 是可惜了自己的心血 那些画 可是属于我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记忆 那些宝贝妈 你也会回来 你说那个死丫头真的会回来 放心 她肯定会回来 那个丫头 她是个重感情的人 你没看 画的画里面有消大哨 就冲这个 她以后别赖 哎妈 你要不给消大哨打个电话 我姐没钱 消大哨也 要是我们能抓住消大哨的把柄 你说我想要跑车 我想要飞机都行啊 哎呦 这不愧是我儿子 就是聪明 我这个账母娘 给消大哨打电话 只要她肯来 我就不信 我招不住她吧 真的可爱 还是妈厉害 喂 消大哨 我是安宁的妈妈 她跟你分手以后啊 心情很不好 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要你的画像 我这个当妈妈的 看着心疼啊 你要不然 过来看看她吧 你说什么 路安宁一直在家里换我的画像 公公 你等我一个我马上来 小姐你去哪 去找路安宁 去找路小姐 听她妈妈说她在家里面借酒消愁 我就看过她呢 不对啊 路小姐刚才明明说跟消早分手的手很 开心啊 发生呆啊 不是 萧总 你用这副样子去见她 浑身酒气通着手去啊 哦 你说的 那我应该 最有造型的再带点礼物 哎 第一次去女康家里应该带点什么好 啊 啊什么啊 再啊把你去非洲去 老板 还挺真吗 这驾驶根本身是这件账门 嗯 那我呢 顾小姐真是萧总的药 你说什么 哎没说什么 萧总我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准备好 什么女人爱吃的烟窝啦 还有喜欢的珠宝 还有男孩子喜欢吃啊 嗯 对不起没想 哎 回来了 我的话呢 姐 你这死丫头 你回来就气我是不是 你跟着萧大少 手里肯定有钱 只要你愿意给钱 我就把你那些破话还给你 没钱 没钱 你没钱 萧大少有呀 上次在地豪酒店门口 萧大少可是给了你妈我 一百万 这次呀 我拿着你这些话 我拿着你这些话 至少 你们要我一千万 萧寒给了你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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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都花光了 一百万都干什么的了 买辆车就没了 姐 我马上要结婚了 得要一套别墅 也这样 你让姐夫给我五千万 那些法律全拿走 五千万 你们怎么不去请了 那些话给我 哥阿娘 今天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你这些破话 想跟你说我 你问了你儿子真够无耻的呀 我今天要是不给的话 你是不是还会拿你的命来逼我 对 你是我女儿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去电视台曝光你 皮痕我真是比不过 姐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你真是要造反是吧 行不行 我真的把你画烧了 你把他全部都烧掉好了 反正陆小峰从小欺负我 如果我今天搁了他一句耳朵 姐姐心好了 妈救救我 我不想成笼子 那的话走到我包里 快 妈快快还给他 快 快 给给给给我把你的画都可以 你不要动你弟弟 给你 我放了你弟弟 真是不见光在满满内 非要让我动你宝费儿子才听话 小峰 乱你啊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 动不动就对你弟弟动刀子 老天爷怎么把你收了去 放心 老天总有一天会把我收 但在我死之前 如果你们再比我 你就希望一下 丝丫头 你真就这么狠心吗 你跟着小韩吃笑的喝辣的 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和你弟弟 在这当乞丐是不是 老陆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你这个白眼狼的女儿 是有多不秀啊 如果不是为了养你 我不可能在酒吧卖酒 一次次被人造了 如果不是为了补偿 我不可能被人当做看不起情人 我已经从孝氏辞职了 这小韩再也没有这样子 你虽然拿刷子的赶快 那是我跟他的分手费 你刚才是我怀惜你 你与爸对我的养育之路 妈 不是 从此之后 你再也没有这样子过 老阿娘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只是一个金主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如果我不来 怎么会知道陆小姐的真实想法 夏先生现在知道眼眉了 妈 你还来 他们发财了 还有这么多东西 你 这个死丫头 刚刚还骗咱们说 她跟孝氏分手了 我看她呀 就是想摆脱咱们 做梦 臭狐狸 跟她那个亲妈一样 喜欢到处跟我去女孩子 妈 你是说我姐不是亲孙 这件事 你给我烂个肚子 孝氏到死了 都不能跟着孩子说 咱们娘俩 都只是她废话怎么打呢 陆阿宁 你发现我才看清你的真实名 自私团结水平娘花 我和薛瑶给了你那么多钱 你跟你妈说只有一百万 甚至为了摆脱你妈和你弟弟 还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你真是不是见过最恶毒的女人 最恶毒 你还真是往什么信 你真是变得让我不认识了 萧总 这才是我的真面目 你说我自私贪钱 我认我 但你说我水平洋花 我可不是 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 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男人 所以 你不愧 听说你发了我很多花香 对 不过刚刚被我妈给收 可惜了 不然 还能额你钱八百万的 不完你了 你就这么喜欢钱 可以 我给你 不用 你给我的分手费已经足了 不完你了 你说只有我一个男人 三个月之后 只要你不去林子阳那里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小海 你非要把我留在你身边 到底是因为爱我 还是习惯我 怎么可能是因为爱 我生性霸道 不喜欢别人碰我的女人 行了 三个月后 我会回到你身边 我 让你爱上我 有多久我已经爱上你 也走不动 上了你的手 想问你 不管你是什么人也知道是 你还是要 这次我爱你 能在死前搬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 让大家都看到我的画 这辈子 也算没白花 小韩 等我死后 这些话就都留给你 也算是 我送你最后的礼物 您好 请问 咱们中夏商场的画展中心 能租吗 陆小姐 不好意思 您的话我们看了很有零性 但是很抱歉 您大学没有毕业 没人被输 谢谢啊 您好 您好 我是陆安宁 温西画廊能租给我 递好酒店 我就在递好酒店呢 嗯 那我等您 你就是画家陆安宁是吧 对 你就是画家陆安宁是吧 真吵枝 何先生請進 您不信 陸小姐 溫溪畫廊是我的 想在那辦畫展 可以先喝了這瓶酒 何先生 溫溪畫廊是我最喜歡的畫 您可以看到我的畫 有什麼要求您儘管提 這個呀 就不忘了 我一看路小姐就是個大財 相信您的財 租金吧 也可以免費給你 喝了吧 何先生 我身體不太舒服 喝不了酒 真是好大膽子 用我的地方開畫展 連杯酒都不喝 維冕 太不把我放眼裡了吧 何先生 我租用您的畫廊三天 每天給您十萬 您看怎麼樣 十萬 陸萬娘 你覺得 我真的缺那些錢嗎 啊 你們畫廊我沒有 請你支持 陸萬娘 我 反正小寒都不讓你 只要你給我 想要什麼 我給你什麼 再想 當小三嘛 跟誰當 你給我給 你 你 你 那給臉不要 給你家是看得起你 只要你今天是我的人 給你看以後把怎麼說 你自己看 啊 啊 啊 我自首 陸萬娘姐 那你稍等 你去挑了我老公 我要告訴你 啊 誰敢讓他照我可以的 那種人家死了也死了 我只是一個 十萬四季 你 過了 你們再打 要給你們關進去 陸小姐 你咱的資金夠大的 打完人家老公 沒在警局門口打老 對方肯定不會和解 只能走法律程序 你可以取保候選 有家人打電話 沒有家說 我朋友男朋友也可以 沒家人沒男人沒工作的也 怎麼都沒 乾脆 原來是個窮鬼 等著 老娘一定讓你老底做穿 誰說陸安寧是窮鬼 你 你是誰 誰上的 你好 請問你是 蕭涵 羅安寧的男朋友 誰說你 還成首富 剛才 我以為他倆長得很像 原來真是太陽 我老不管了 蕭涵 是想做我的之後 然後 先去把保持金交了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叫什麼大蟲的畜生 我會一個以上人起訴他 如果他還是呼叫我 我 你怎麼來了 你在酒店鬧得那麼大 酒店經理電話都打到我這兒來了 你還真是出息了 謝謝啊 你說三個月之後回到我身邊 我懂不了 我要你現在就回來了 不行 為什麼 因為薛瑤 我已經跟家裡說清楚了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出 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夾在我們中間 三個月後 我自然會回到你身邊 這段時間 我想一個人見見 至於今天的事情 謝謝你啊 蕭先生 你還是叫我蕭涵吧 畢竟 你已經不是我助理了 我先回成家了 我送你回去 蕭涵 對不起 一切都完了 我一定會在第三個月 我既然說我 一我到你去 走 再走 一叫我 就過去了 這位 Albionik 我再走 這位 你送我了 我要的 我要找你 林少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刘小姐 萧涵放话 任何人不能雇用 在海城除了我 谁敢咱 让你用地方 不是 他放话了 他的确是他的风格 不过你可以让我随便用 只让你立马入职我的公司 这个地方 我送你来 林少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把河大成字条 听说了 整个圈子都传开了 怎么办 刘小姐 我好像热热喜欢你 胡逊 乱娘 就冲你把那个老色鬼 这个地方 我免费给你用 你说真的 当然了 小叶我说话 向来一口托我们一个钉 你想想哪一天 都可以 那谢谢林少 我会按照最高的标准 给你租金的 不用 我不缺你那两个钱 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陪我吃顿饭 就 只是吃饭 对 就只是在今天晚上 单纯的吃顿饭 你放心 你都赶紧别人开调了 我这脑袋不想调啊 行 我会准备 我会准备 小姐 小姐们 我约到陆安宁了 对 就是之前 萧凡那个小情人 嗨 我是谁啊 只要是个女人 都逃不住我的手掌心 今天晚上 在竹音阁 你们都来 叫小韩 余少 你女朋友怎么还没到 你这次可真是大手笔 我听说 你把你赢下来 价值上千万的画廊 送给新婚了 那肯定的 这让她可不容我 我跟你们说 我那个女朋友 超漂亮的衣服 一定亮下你的衣服 这么漂亮 比萧少的女助理 如何 够了 如果你们这次叫我来指挥了看自然的心 哎 秀 你再等等 他马上就到了 而且你们也认识 小老师 我不想见到那些精英的 你怎么在这 哎分手了 你是朋友们 来一起喝一杯 走 这大门银驾到啊 这是鹏玉天辉 哎 你啊 这些啊 都是我的朋友 看不清说啊 我要请你吃饭 都要闹着来见见他 陆大美人好啊 我听说啊 陆大美人还是画家 要看画家 等你画廊开了 我们一定捧场 多买几个画 我那些画呢 是不卖的 只是展示出来 让大家看而已 到时候一定给各位少爷 发情点 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 来 安宁再见大家一杯 别喝了 我 哎小海 安妮今天是我的女人 你当众尝走她 打我的脸吗 乱你 你跟不懂 我已经答应了林少 要陪她吃这顿饭 小海 听到没有 男人嘛 最重要的是大度 人女孩都说不要了 他现在跟我吃饭 你这什么东西 别以为我不是吧 不不怕了 小海 你敢对我动手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了 哎林少 小海你疯了 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跟谁吃饭 也不关你的事情 你管 我不想吃你 好 我 这种小李伤 都是因为我 小海才会出手的 我替她向你赔罪 安妮 除非你让我亲一口 我就原谅小海 如何 要不然 就我脸上这个伤 我爸是不立法我小海的 你 亲一个 亲一个 不行 林少 这瓶酒我喝了 就替她 向您道歉 安妮 你今天不管喝多少酒 都没有用 除非让我当众亲一口 陆小姐 不就是亲一口吗 又不是第二块肉 就是陆小姐 你现在又是单身 怕什么 要不要我们帮你 等一下 陆小姐准备好了 来吧 等一下 你要起控是吧 行 扶我 妈的这女人疯了 哦 你真敢抱我头啊 你以为的 我告诉你 画廊老娘不用 我精神病 我精神不正常 如果你们谁再敢说 不怕被抱头的话 我随便来好 反正 我拉你一条 我让你一条 不怕你 跟我走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吧 说什么 说我水性盐花 勾引你兄弟 是嗎 林子楊出手多大吧 把他名下的畫廊都送給你 我這麼老頭 髒了你的人 亂你 你非要惹我生氣是不是 說好不行 你是我的 你只能說我的 別逼我恨你 亂你 你就這麼討厭我 睜開眼看著我 對 我和你 你跟那些臭男人沒什麼兩樣 這些日子我跟薛瑤不再有來往 你說想要休息我給你休息 你要強我給你錢你要自由 給你自由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你還是要折磨我 我們之間已經結束了 是你非要求查的 我們好救好散 所以你說三個月之後回到我身邊 也是騙我的對不對 你一直在騙我 我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傻子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回答我 為什麼 你讓我跟你說什麼 行我告訴你 我得了胃癌晚餐 我活不過三個月了 我怪死了 你知道嗎 怎麼可能 我什麼能問事 我騙你 所以 上次的體驗報告是真的 你從上次就在騙我 說了 我喝多了 我胡說的 陸安寧你別想騙我 知道我的本事 只要我想查你瞞不了我 肖先生 我是任天堂的院長 陸安寧是不是您公司的員工啊 滾 老子這兒沒有叫陸安寧的 其實真的 我竟然都不相信 這麼大事你為什麼要瞞著我 肖子 肖先生 我為什麼要搞什麼 我們之間什麼關係都不是 再說了 肖總不是給了我一張黑卡嗎 我最近這段時間過得很開心 我只想 高高歇歇走完最後的事故 寧兒 你聽我的 我們去醫院 我給你找最好的醫療 國內不行我們就去國外吃 好不好 不是 我不要去醫院 我已經是癌症晚期了 我想要去醫院 我還要趁一個光頭最好還不在醫院 我不想你陪你走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安寧 我們不去醫院 那你讓我陪著你好不好 我只想在你需要的時候我能在你身邊 小草 我一個人也很好 再去酒店 學院裡 我在這做什麼都可以 安寧 我們認識三年好了三年 我知道你跟你家裡的關係不好 就算是為了咱們這三年的情意 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可是我都會死了 你不會願意陪著我 安寧 你不能這麼自私 這三年來你一直陪在我身邊 為我做了很多事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你都把我照顧得很好 現在也該不照顧你了 安寧 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帶你回家 我來照顧你好不好 我好 你沒事吧 别接 那我还是接了吧 实在不行 我放婚姻 陆安宁 你敢对我们兄弟动手 我告诉你 除非你陪我睡一觉 否则我们几个联合起来 能把你搞死 信不信 林子阳 不管是你还是他们 再敢动陆安宁一下 乱你 看看 你的东西我一样没动 你看还需要什么 明天我们一起去买 萧总 我只来你这住两个多月 不需要再买什么 你以后不要叫我萧总 叫我萧涵 不是萧涵 萧涵 萧涵 我还是叫你萧涵好了 萧涵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这么几次 我还没有这么几不可爱 今天是太多了 好好睡 谢谢你萧涵 谢谢你在我最需要人的时候 还愿意陪在我身边 萧涵 路小姐醒了 我是刘妈 原来伺候少爷的 这都是少爷问了医生 专门是给你做的 味道要不好的话 跟我说一下 谢谢你 妈 刘妈 萧涵呢 少爷说 他要给你送一份大礼 让你等着 送我份大礼 小海 你疯了吧 路爱宁早就不是你的女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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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 啊 啊 啊 以后还敢不敢打路爱宁注意吗 不可 不可不可 路爱宁是谁 你在这 路爱宁是你笑的女人 我看在咱俩从小就认识的份上 这一次我抱 但是你在让我发现你去骚扰陆安宁一次 对陆安宁不客气一次 临时接触 我可就不客气了 行行行 我说的 你是怎么让陆安宁和你批识 还有你肖大少不知道什么事的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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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承识你了 对不起对不起 小航安 你怎么把他打成出发戒了 老爸 出现了 要不要我再做他一番啊啊 哎什么什么什么 谢谢你送我的这份礼物 我很喜欢 我回家看 喂你好我是乖你 新华画廊 全国最大的那个新华画廊 是的 我们老板看到你的画很喜欢 想要请你参加我们的开吐团 我愿意 我超级愿意 小马你知道吗 我可以参加计划画廊的画展了 那可是画界的盛点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没想到这破点都不会 放得到我的身上啊 恭喜你 乱安靖小姐 该不会 又是你啊 怎么会 就算我再有钱 也买通不了陆正男大师 也是 陆大师可不是用金钱就能买通的人 如果参加画展 我已经死消无憾了 你应该来 我要再去画一次 是吗 不过啊 以后你的画 我要给第一个观众 那可需要支持正版的 我要收费的 什么在意我 陆大师 谢谢您能让您参加您的画展 您的新画廊 我要投资五千万 小韩我不缺席 我是看这女孩的话有点 很有我年轻时几分比 下个月我五十岁生日宴会 你带他来见我 我想见见他 那这是我们的如今 你有这么多优点 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看到 我看见他 真的假的 你说陆志南大师想见我 还有请我参加他 五十岁的生日宴会 你没骗我吧 当然是真的了 他说你的话很有感觉就是 没想到 最近运气好的爆棚呢 我今天都画怎么画 让大师好好给我指点指点 哎呀 你说我在家画得了呗 非要让我跟你 在公司一样可以 我工作 我还能随随随随随看 好了 你先进去吧 我去开会 陆安娘 你这个不要脸的 你不是说已经跟小孩没关系了吗 怎么还敢跟他来公司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我现在还是小总的助理 不然你去问问人事部那边 看我的辞职报告 他们通过了 小阳哥 你看他怎么这么不要脸 按您的辞职报告我确实有提 倒是你 我不是让你离开校园吗 小阳哥 我也没辞职了 现人情 真没想到 薛大小姐就会败在路律里手里 我还是更喜欢和路律里出去 薛大小姐太光光在上了 你闹不知道吗 小总已经解除了和薛家的婚约了 都怪你都怪你 你这个不要脸 查了我的五百万 出尔凡尔还敢来 狗东西 拿着什么呀你 你疯了 薛大 你的五百万 我已经以你的名义捐给福利院了 所以我没拿你去 而且是你的萧涵哥哥求助我 你知道 我的精神状态一向 你最好不要惹 保安保安 可我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问题在哪里 薛小姐 疯你在哪呢 快把他赶出去 薛大 你过分了 这里是萧氏不是你薛姐 我滚 你远进去放开 这里我来吃 薛大 你说你都一把年纪了 你成天哥哥哥哥哥的叫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下蛋 我 小安哥 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 你们都欺负我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我这样一个女人 你就让他骑到我头上 看在薛叔叔的面子上 今天的事情就跟你 还请薛大 还请薛大小姐自己刷里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我小鼠 还有 不要再去欺负乱你 她是我的 别怪我 别怪我 别怪你 小孩 哇 萧总好慢哦 我没想到小说照进现实 冷酷男总裁 我们俩子东舌女助理 这对cp我磕了 磕到了磕到了 萧总看不住眼神都要拉丝了 图安娘 要不是你会不会成效 不会放我 等着 一会 真不让我陪你去买礼服啊 陆大师宴会的礼服 我可以得仔细慢慢的调选 你快去忙吧 我一会画完 自己过去就行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记得买就贵的 我先来 清华画廊的事情 他虽然没说 他肯定是他帮的 一会 也帮他买个礼物好了 薛妖姐 我早跟你说了 像他这样的败金女啊 早点赶出萧氏 这种人跟马黄远 吸人血的 你看看 现在你与肖大少的婚约 不就因为他在 欣欣说的是 他呀 谁不知道只是一个玩物 一个土包子而已 眼睛还在飞上直头当增广 您别这么说 让他听到 又给发疯了 肖寒哥现在为了他 连兄弟都比 欣欣 你哥脸现在是不是还准着 还不是怪某个想要攀附我林家的女人 哥的脸就是因为他差点毁 这比仗我林家记着 薛妖姐 你要是不教训他 我替你 啊 你还想走 赶紧给我滚过来 欣欣和瑶瑶跪下道歉 我凭什么要给他两道歉 就凭 你们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吗 喂 那个谁 过来给我倒杯热水 来 给我揉水 陆助理 你干什么呀 要是毁了萧氏和几个集团的佛座 你担待的起 还不好好伺候好两个小姐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下跪道歉 刚好我们三个人逛街逛类子 既然你手艺这么好 快来给我们三个安安 林小姐 你要找按摩呢就去找按摩室 我又不是你 你给我站住 你不过是小汉包养的情人罢了 还敢给我们甩脸色 这里随便一只包都比你的贱命贵 你还敢动我 行行 你的脸 哼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给你碰 可以 本小姐能去哪 现在就去准备 保着把三位小姐 之后的叔叔 看一看 哎 咱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 要是让小汉哥知道了 他会不高兴的 姚姚姐 你什么时候胆子变得这么小 我看呀 胆大的是他 这里是什么地方 敢跑到这来 他这个人呀 就算是投胎一万次 也感受不了建民的事 欣欣说的对了 等小汉不要他了 他就死定了 再者说我们也没有让他干什么呀 是他自愿要伺候我们的 贱皮子永远是贱皮子 他只配跪在地上 伸手要钱 还是两位姐妹连 等会我录个视频发个朋友圈 像他这种想挪露咱们的圈子 做 哇 姚姚姐 这糟糕啊 哎呀你放心 我们俩肯定把他赶出去 到时候小家夫人的位置还是你 三位小姐 在按摩之前 我们要不要洗个热水饺放松一下 路安宁 你也很有眼色的吗 那就先给我 哎 你疯了吗 怎么样啊 这可是我特地为你们调制的洗脚水 什么吗 还需要我继续伺候你们给你们按摩 路安宁你是不是疯了 我不知道 我有精神病 我就是喜欢法 你就算装精神病也没有 你今天得罪了加加跟欣欣 我告诉你 就算萧涵哥再宠你 他也保不了你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们有钱人的口头禅就是你死定了 我不会放过你 不过呢 我的确 薛阳 你说你要好好的给我录个信 发朋友圈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 你们把我当贱民当用人 自认为可以拿捏住 但是你们不知道 我这样的贱民 为了尊严可以做出什么 哼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 什么都不怕失去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现在的我 老娘别乱 哎呦 林大小姐 人称温柔小公主 私生活开放的很 对你们的花花工资 隔壁一样 你想借着薛瑶嫁的共赏 又是不知道那些太太 看到你私下这么放放的工作 还会这么大 胡说八道你 哎哎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啊 王嘉嘉 天天在外面标榜自己是皇家大小 还自诩高人一道 身当别人不知道 其实你家已经破产了 你身上这些穿的用的都是租来的 那千金大小姐 我看啊 富翟大小姐 你们别跟他说 他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助理 都是他胡说的 你忘了我是谁的自己 海珍手术 小海 你们上流社会已经这有八卦了 可是什么东西 站住 这 真当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你搞出来 你说你 这么些年在小海面前倒赖皮口 还嘲讽我是他的情人 可惜了 就算你脱光了衣服 躺在他的床上 他也不会多看你 胡说你 我杀了你 你杀呀 你早就告诉我 不要再来惹 不然 我就把这个视频 也发朋友圈 到时候再给自己的朋友们也发一发 让他们看看这海诚三大民园的 真实面目 你你敢 我安妞 我告诉你 你最好把这个视频删掉 否则我们几下也不是吃醋 就算小杨哥 再丑了 他也根本保不住你 三个月内 只要你不再出现我的身边来遭遇 我就不会发这个视频 反正呢 我们以后是不会再 小杨姐 这最好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说 三个月后你会见不到 小杨姐 他不会就跟小杨私奔了吧 陆沃尼 他休想 休才 他别想跟小杨哥在一起 小杨人 少爷在厨房正在给陆小姐准备惊喜呢 少爷从小到大 从没见过他下过厨房 是吗 他做饭 对 他把厨房给带 你去看看 你真的能做饭 以前的夜宵都是你给我准备的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手 你会吗 小先生 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过 还挺简单的 做饭的男人果然低帅 越来越喜欢他了 过来 是妈妈 需要我帮忙 本来想摸摸你的头 但是 我没有洗手 哪里会 第一次下厨 是他 你都是你 这都好饭 嗯 来 夏先生 你今天怎么变得突然这么回来 我 专门在网上学的跟女朋友必做了一百件小事 喜欢 我当然喜欢 不过 这双先生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哈哈哈哈 我接电话 喂您好 我是小姐 我在前面 在文区里 弄个空母女 我出一天晚 一千万 不是每一幅都是一千万 不行 呃 又想解释前期时 我可以在家服没外 呃不是 先生 你可以买那幅梦幻星空 但是另外一幅他 我是要送人的 送 我的 不好意思我女朋友的话不卖 呃不是 我卖 但是我只卖那幅梦幻星空 一千五百万我才会卖的 多谢陆小姐 安宁 你的话我都想收藏起来 收回家之宝 哎呀 我卖那些画 需要那些钱都是有原因的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过我答应你 我只卖那一幅画 剩下的画都留给你做纪念 你看到他们 就会想起 不许说藏起话 这两天你的气色已经好很多了 明天我带你去他医院好不好 不行 我不想去医院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我现在就走 离开你去 好 我不逼你 明天早上了你跟我出去一趟 送你个礼物 又送我礼物 你最近已经送我很多礼物了 礼物哪有嫌多的 小九你一定会喜欢 好了 去睡吧 我让人给你准备一间画室 你一定会喜欢 小总 陆小姐 小区外来了很多记者 都等着采访你这个天餐女画家的 说你啊 人美 心善 什么 陆小姐 您可以看看热搜 您昨天的话 被派出了一千五百万高价 您往国幼院医院陆续捐钱的事项 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不仅如此啊 还有 还有什么呀 您认知萧总助理 和萧总参加会议的照片 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你们俩都有cp粉了呢 真的 我身份照片都被人给罢准了 小总陆小姐 你看两位是准备在哪接受采访的 安宁 我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小韩 这就是你精心给我准备的礼物 这是好大的惊喜 你还是这么霸道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搞这么大的阵仗 不是的安宁 你听我说 这不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不想接受什么采访 可不想到什么工作中 如果我爸做不了的事情被发了 不仅我死的不安心 还会连累到小韩 安宁 之前是我不好 没有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 我想跟大家介绍你是我的女朋友 让大家知道你的好 借着这次机会 我们看好不好 我说了 我不想成为大家的弹性 我不想成为大家的弹性 卢安宁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是不是非要我跟你去接受记者采访 你是不是非要我跟你去接受记者采访 去给大家秀恩爱 表演你是什么圣机好男人的忍受 陆安宁 到底有没有心 这么多天我对你的好 对你来说都是表演什么 我对你的心意 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这段时间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了 现在 我应该清醒了 这些天你对我的好 不过就是在可怜 我是一个只能活两个月的癌症病人吧 我们到此为止 这算是死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 卢安宁 卢安宁只能活两个月 他天天发疮骨疯乱跳 哪里想挨住晚期的病 怎么可能 卢安宁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不想采访就不采访 但是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医院 你的片子我找盛手看过了 说明还有得延长 但是你得去医院 不管你是有多恨我 今天你必须听我的 你是不是听我的我的话 我送了我不去 卢安宁 慢开 卢安宁 你也太恨我 像我哥你都动手 卢安宁 你看他 我说了我不去 你怎么这么自然 哪里像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文明就是个戒指 人 刚才自己有说 都不敢去做戒指 他就是真的 你早撞病了 你有病 你有接下病 你你 好了 好 好 你也过来生气 小狠 你是不是被他迷了心智 他根本就是在骗你的 他只是为了累在你身边 弄到假病了 说过学长 说过 我娶谁都不可能娶你 以后不要出人在我面前 有吗 许可 徐小姐 你爸 卢安宇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拆穿你假装爱个病人的事 喂 你是最美女画家陆安宇的弟弟陆小峰吗 听说你姐姐得了癌症晚期 真是太可惜了 陆安宇 你癌症真假 由你家人家癌症 我就怎么放下 喂小峰 什么 妈就测祸了 那就过去 做什么事我陪你去 不用了 自己拿去去 小峰 小峰 那现在怎么样了 他怎么会出车祸呢 超市者看到没有 有没有报警啊 责任怎么判的 超市者跑了 出事的地方没有监控 是被一个路人发现的 怎么办啊姐 妈要是出什么事 我们就没骂了 姐 那个 钱还没给呢 等会我去叫 现在医生出了 看看妈什么情况吧 医生 医生 我妈想怎么样了 不乐观啊 内障多数数损 我只能 暂时帮她维持 要想活命的话 还必须要做器官移植手术 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拿得出钱吗 医生 你一定要均全力救我吗 不管多少钱 我都会想办法的 哎 五百万 能拿得出来吗 五百万 姐 五百万 你就是把我的血卖光了 也凑不到啊 嗯 你不是上热搜那个美女画家 陆安玲吗 你一幅画就要卖到一千五百万 五百万对你来说 哎 不好意思吧 真的吗姐 你那一幅画就可以了 行 我现在就去收钱了 哎 撞呢钱吧 怎么就有一个人 他就交钱了 收钱上 妈 你怎么和那个假医生说的 怎么才有五百万 还要分给那假医生五十万 哎 那四百多万还不可买别墅的 你收什么急呀 他不是癌症晚期吗 等他死了以后 他的一切 都是咱们娘俩了 到时候 你想掉什么 都可以买了吗 妈 我还是觉得要得有点少 他捐了两次款 给外人都捐了两千万 丫头给外人捐钱 不给咱自己人白眼 行了别生气了 安宁 伯母怎么样 我妈还在抢救呢怎么办啊 医生说他要五百万的手术费 五百万 是还没致病就要五百万手术费 没听说过这样的程序 医院院长我认识 我打个电话问我伯母的具体情况 你先去陪伯母 医生和手术费交给我 谢谢你啊 我总是在麻烦你 我不希望你给我客气 等 还要我等两个月 那个死丫头不是已经癌症晚期了吗 怎么不早点子 他责他的钱 他的话就都是我的了 小冯 再忍忍啊 再有两个月 他就死了 这两个月 你就好好哄哄 让他给咱们娘俩多画点画 真没想到 这死丫头的话 这么值钱呢 要早知道这么值钱的话 就应该让他早点画画 早点卖钱 那我就早点能当人夫太太了 咱们家 到现在就要别墅了 接着 我 别走 没想到你竟然会愿意为了钱 假装被车撞还说我会 你就发出门真的没成妆 這個死丫頭 大傢伙是吧 給我炸死 行了 像你沒事的嗎 我都先走了 下個 你真的癌症晚期 真的要死了嗎 受壞啊 反正跟你沒有關係 身體沒有什麼 怎麼沒有關係 你是我的親生女 你要死 你零下的錢還有話 不許捐 那我要回來 那都是咱們家的 姐 你可真當 死錢給外人 不給我們自己 錢錢錢 你們眼裡就只有錢嗎 我都快要死了 你們看到你只是錢 我告訴你們 我死了之後一切都會絕 絕對不會給你們留一份 好 那都是你第一名 小風 把你姐抓回家 關起來 好 我叫你快點快點 你身上的名 到手沒路 到死都是 啊 反正我看死了 我倒想要弄你去 我真的是你親生女 你是從我肚子裡生出來 我為了生你 差點 你就該為我賠償去告命 行 我知道了 姐 你好好告訴我 你的話都在哪 你永遠都會告訴你 你永遠都會想死 有本事你就殺了我 你殺了我又得丟我背道 還你個死丫頭 你敢揍我兒子 你不是要死了嗎 你不是要死了嗎 你去死了呀 去死了呀 死了 啊 小孩 終於來了 安寧 安寧 你最好起到安寧沒什麼事 貨子 快到了 你媽醫生 醫生媽 媽 不然你真的等了癌症 小總 你會不會放過我們 沒事 給你一打電話 他就公開了 媽你先坐 喂 路安寧真的得了癌症 沒幾天了 太好了 你媽立了大哭 等他死了 我給你了這個部分 怎麼說 媽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 五百雅能耐手 咱們還是先把那個死鍋 兩個畫上來 我不想請小孩 一直盯著他 畫得像我 我一定會聞到的 會吃你呀 怎麼也不會來收拾的 怎麼樣 我女朋友她是不是病發 院長 你要好好給她看看 小先生 您放心 陸小姐 為我們做了那麼多好事 好人 一定有口報 我們 一定會 為陸小姐 從頭到腳 再仔仔細細的 檢查一遍 您放心 哦 對了 我們先出去吧 讓護士小姐 給陸小姐換下衣服 過來幫忙吧 你也出去吧 讓她把我換就行了 你不要吧 你怎麼 那個死丫頭不是已經癌症晚期了嗎 怎麼不早點死 她死了她的錢 她的話就都是我的了 你不是要死了嗎啊 你不是要死了嗎 你去死呀 去死 我就是個會奇怪 沒人愛的桃野鬼 你也出去吧 你自己換就行 好嗎 對不起小孩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不好了 我下去逃跑了 最後的日子 死在海邊也不錯 面朝大海 慢慢換開 安妮啊 你不要走 小孩 你怎麼來了 安妮 我是不是沒有告訴過你我喜歡你 你能不能別走 就倒是為了我 這些日子 因為你我都快崩了 小孩 你 你不要走 沒想到他會追來 原來這個世界上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是有人關心我的 小孩 我 我決定不走了 知道 你陪我去做檢查吧 好 我已經召集了國內最好的醫生在醫院等著咱們 如果國內不行 咱們就去國外追 我不會讓你死的 都挺你的 安妮 不論發生什麼 我都會在你身邊 你抖什麼 我已經知道最壞的結果了 院長 我女朋友她她怎麼樣 恭喜陸小姐 恭喜小先生 陸小姐的身體一點都沒問題 這怎麼可能 安妮 你聽到了嗎 你沒有生病 我沒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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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了 再好了 你信我嗎 我沒得病 恭喜你 你以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好好活 沒事他不行 站住 我女朋友的體驗是在女兒這兒做的嗎 怎麼會出這麼大的失誤 陸小姐 對不起啊 由於我們醫院的設備老化 給您造成這麼大的困擾 真是不好意思啊 也都為了您 給我們的捐助 我們才更新了設備 發現了問題 呃 我們機器已經更新過了 以後多注意一點就行 這段時間 因為這件事情 我也學到了很多 啊 既然這樣 那我就不踏入了 那我們 就好好慶祝一下能量生病 談其他力 啊 被我抓住 陳哥 根本就沒變 像這種人 連自己欺負你 你認識我嗎 我怎麼可能認識你 你們家那個下段 你肯定就串通好一聲來騙小二哥 明明就沒事 那見你既然了 我一定會活長命滿心 小二哥你聽到了吧 他自己承認他說謊了 閉嘴 小二哥就會讓我 這段時間他一直 得罪了不少人都是你替他擦屁股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你告訴我 你不知道我媽在國外休養 小二哥你怎麼能這麼冤枉我 我們他知道 都是因為林仙 林仙的媽媽他伯母是好兵 我們也知道你為了吃個瘀 打了李氏 國不看很生氣 你還是想想國不回來裝死 可能就是 說對 國語蕭恨終究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我們會有以後嗎 我會讓我爸知道我先 你不要再做這些多餘的事情 我們會把麵元蛋讓他來 李氏 你在就是 那 他 dann 你 那 所有人都知道不完你都知你 背死我 宝贝今天特別棒 恭喜你仇生了 今天晚上想吃什麼親手給你做 咱們來個燭光晚餐 那辛苦小先生 我先去洗個澡 陸小姐 蕭總在哪裡啊 我怎麼聯繫不上他 出大事了 出什麼事了 網上都說 你是小三 查阻了蕭總與薛小姐之間 還說你成名後不僅有孝順媽媽 私下還毆打內地有暴力 他們怎麼會知道這些啊 這人誰啊 敢挖薛大小姐的嘲笑 我去 這不是前幾天上熱搜的那個最美化家陸安寧嗎 她曾經在蕭大佬身邊弄住 也 精神重 別到床上那床 薛大小姐怎麼會是這個人 就是這樣的女人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錢捐兩千萬 肯定是花錢買來的 被為了贏收 該不會讓我無法 這樣的人 蕭總肯認不得她的嫡系 砸了她家 砸了我家 誰啊 你你你找誰 這裡是陸安寧家 是 這是個補著蝦 這兩個家那就沒做了砸啊 哎哎哎 哎哎 沒有病的 你們兩個小姐吃的沒了 你不要有小媽 還想弄我嗎 哎呀小芒 小芒快來呀小芒 有兩個方子 小芒 小芒 大芒胡事你們可信我嗎 剛才是你咋啊 小芒說去啊 小芒 媽 你沒事吧 怎麼回事啊 要是兩個神經病 一開門就跟我都菜葉子 要搞了 陸安寧那個死呀 死呀都不幹事了 我先去他打電 來 陸安寧 你在哪兒 因為你在外面當小芒 王子把他嚇砸了 把我補回來 你們馬上回去啊 小芒 小芒是你算熱搜了 有些網友都弄我家去了 我得先回家一趟 你都弄我給你出去 我先去吧 對不起 冷靜你了 熱搜的事我會找你客人 那我先回去了啊 媽 你看看 咱們家因為陸安寧被人肉了 我以後還怎麼娶媳婦 這次非得多要點錢 小韓可是首富 那是必須的 哎 你看著咱們家的被砸成什麼樣了啊 都是個死丫頭害 去 非得要他個幾千萬 不行 非得要個十億八億才行 小芒 那一會 你可得多幫你 你就看我的爸媽 媽 怎麼會這樣 你還有臉問 還不是因為你 你倒是跟著小韓吃香的喝辣的 你當人家情人的事 都已經傳出那麼大些了 你網友都找上門了 還連累我和弟弟 你怎麼不想死呀你 好了好了媽 我媽 這件事情我跟小韓已經說過了 他會解決的 你會解決的 這些年我說是白養你了 你怎麼都不安分 你可什麼事兒姐 哎呀 好老天 姐你看看 都把媽吸收心臟病了 別裝了 身體比我都好 說到底讓我回來 還是為了要錢對吧 姐 你說你都快死了 你跟那些錢 那些話留著幹嘛 還不如給我的 對啊 你一個沒嫁人的丫頭騙子 死了 還不得讓我們替你收拾啊 替我收拾 那我還得感謝你們 要讓我們幫你收拾 最少了一個億 五個億 對五個億 你怎麼不去搶銀行呢 五個億很多嗎 他小韓可是身家千億 你要不給五個億 我就不要臉了 我帶著你一生電視 讓你一臭萬年 死不安生 你們為了對付我真是無所不容其妻 行啊 你們想告就告 反正五年前我輟學之後 每次給你們打錢一行都是有點事 你跟陸醒風所有的花香都是我給 剛好讓大家看看 是你做媽媽帶著兒子吸乾女兒的血牆 是我這個做女兒的不孝順 陸阿娘 你可真夠狠的呀 都要死了 你可把這些錢帶到棺材裡都不給我吧 不過 你今天又是不給錢 我 我都死了你看 姐 我勸你還是乖乖給錢 否則我就開直播了 陸阿娘 你想想小韓 安寧 那我給你 他沒有威脅 看來我上次給你們警告你 還是沒辦法犧牲 來人 給我好好的知道 你要告訴他 啊 啊 啊 行啦 你如果想要曝光啊就去曝光了 反正銀行那些流水我也會報過 剛好接著媒體 管理你斷絕關係 小韩 你说我为什么那么迷哭 怎么会遇上这样的家人 不让我上学 不让我家人 只是想着让我给他们钱 我真的会是他们亲生女儿吗 想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还想DNA不是 小韩 那是我妈妈的牙刷 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 有一问就查 我刚才让保镖拿到的 就算他们真的是你的家人 我也会解决 不会让他们借着家人的名义 一直其中 对不起啊 这次又连累你了 热搜的时候解决 这件事归根到底也是因为 是学姚做的 我已经断绝了跟学家的关系 小韩 你没必要为了我和学家断绝合作 我知道那个项目是你的心血 不单单是为了你 是我发现学家本来也有些不干净 早点到处 老公 都是我的错 楠楠丢失了二十多年了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 找不到红的孩子 阿兰 你不要胡说 我也有错 当年 是我没有看过好你们娘人 我们的男男 我们一定会找回来的啊 我这辈子要是能见眼我们的男男 就是死 我也瞑目了 陆大师 然一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 这个女孩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 叫什么名字呀 阿姨您好 我叫陆安宁 哎 安宁这是个好名字呀 哦 你就是星光与她的作者呀 您是 陆大师啊 非常谢谢您能够给我机会 你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孩子呀 明天我的宴会一定会来啊 好好聊一聊啊 那陆大师 软一你们忙 明天见 好的 老公 你觉不觉得那孩子很像我年轻的 那时候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奶奶 我知道 给我查一个人 他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不去拉下 志南 多希望他是我们的孩子呀 小涵 我就是 那个女孩 他怎么啦 软姨 他之前也是很有名的话家 二十八年前丢了女儿之后 身体就一直不好 再也沒有拿球花瓶 真羨慕那個女孩有這麼好的媽媽 希望他們母女倆能早日團聚 別羨慕了 現在有我對你好 走帶你去吃他吃 我知道我送的這個禮物 陸老先生會不會喜歡 禮物看的是新一年 我先上個廁所 不然等宴席開始我再出去 這太不怕了 叫我陪你去 蕭先生 你未免也把我太到小孩子了吧 我先去啦 給我看好了 寿宴結束之前不需要再說 這傻女 是學家姐 路二年 要不是你 小安哥也不會跟我學家的 今天你還想迎她女友的身分 的街角 休息 啊 這門怎麼鎖索 有沒有人啊快開門啊 好像有人喊救命 開門 這位再不開門我可要叫經理來了 我們是露所姐 學報送去 是薛雅 讓他把我送進廁所裡 是我命 怎麼回事 他怎麼出來 你不是說你把他鎖到廁所了嗎 他沒有幹什麼 是已經解決了 一話跟你說 蕭總 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 你怎麼還把這個小書裡帶來 謝謝你別這麼說 這陸安寧現在可是最美以外 是有粉絲有身分的 不過也是架貸賠貸的 今天可是陸大師壽宴 你不可能知道 女人之間的斗争 非常我自己 你們兩位莫不是忘了 還有我給你們錄的小視頻 在我這 小視頻什麼小視頻 誰還沒個醜樣了 你又本人放出來大家看看 陸安寧你別以為有肖寒哥固執 你就可以無法不提 今天來的可都是海城的圈 那你給陸大師戴了什麼樣 不用說 肯定是在地攤上買的 我勸你還是不要拿出來 省得到時候給肖子 我什麼樣的感 憑什麼不能來這裡 這張情景 是陸大師親自要求的 哇 是憑自己的本事 走到這兒 這 是陸大師親手寫的情編 陸大師要求 不過是看著小韓哥的名字 你的禮物呢 哈哈哈哈 大家在說什麼呢 這麼開心的 大師 我們在聊給您做 人家王孩子 來就來嘛 真破廢 但是您看 這是我親手給您挑選的禮物 聽說您最愛清華詞 祝您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這瓶 真是個好東西啊 謝謝啊 那陸小姐 你給陸大師送了什麼禮物呢 這是我為你準備的禮物 希望您能夠喜歡 陸小姐給大師準備了什麼禮物 我還挺好奇的 不妨打開 讓大家吼開開眼 林信 你的規矩 就是當著大家的面打開禮物 小韓哥 你怎麼能這麼說心心呢 大家都是熟人 還講什麼鬼心 就是 肖總以前 可不是這麼小氣的人吧 陸大師 這只是我的一點小心意 也生不了什麼貪念 等宴會結束之後 你四下慢慢看 不會是不敢 這麼說 薛小姐知道我裝了什麼東西 我當然是 我剛才放禮物的時候 不小心打開看 那你怎麼會說 你怎麼會說 我還沒說 我不要再說 你這個人還真是 我連陸大師你都敢詛咒 什麼 詛咒 天幕曉雅的膽子也太大了吧 你到底看到了李河里是什么东西啊 是啊 我也想知道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 白色菊花 什么 你居然给大师送菊花 萧总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宠的女人 是个仙女人啊 不可能 安宁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会那么做的 陆夫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女人 她爸不再是老改参 她还暴打起你 她简直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对对对 您放心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看 我就打开 让你们瞧个仔细 这是我为您準備的礼物 不知道 那么不 这个呀 是我亲手为您画的画 名字叫做永无失恋的爱 祝您大家幸福 哎呀呀 这幅画我太喜欢了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那应该是什么 啊 可能是需要几刚刚看错了 闹了个笑话让大家误会了 陆大师 不好意思 适陪一下 安宁 你能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过来 咱们 好好聊一聊你这幅画 你看 你阿姨也特别喜欢你这幅画 是啊 我好喜欢 你我有缘 要不然你做我的干女儿可好 哈哈哈哈 阿姨 谢谢你的喜欢 我 陆家门第实在太高了 不敢恨 这幅画画的是真的哈 天呐 陆夫人竟然说陆小姐为干女儿 他竟然拒绝了 没想到陆小姐的平行真好 这么看来 萧总与陆小姐还真是郎才女儿 怎么办 咱们好像弄抢成拙了 陆安宁这个女儿要起来了 她就算再出 家庭背景也给她放着 你就等着吧 萧伯母回来 她是绝对不会要乱你 跟萧很多在一起 说的是 我让我妈去萧家走 你啊 咱们 回见 嗯 不然那我先走了 老公你查的怎么样 安宁是不是我们的海 不是 他有一个妈妈和一个弟弟 还比咱们的女儿 大一岁 不过 做的也不是很好 他爸爸去世以后 他辍学回家 一个人打起份 养着妈妈和弟弟 这孩子怎么这么让人疼 不过 我有一个发现 他妈妈曾经在你生活的 男男的医院 做过 不是 你是说 你是说 我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要试一试 我刚才 拿到了安宁一根头发 老天爷 你 求你行你好 让我找回我的女儿吧 安宁 刚才陆夫人想要说你做干女儿 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看 你也挺喜欢她的 我是很喜欢她嘛 但是 我不想凭借是陆大师的干女儿 在划权发展 我想凭借自己的真本事 你真的很好 杨浩 你最好有什么要解释 老板 洛小姐的情形里出来了 她不是杨慧晨的女儿 什么 你不是陆家的孩子 你不是陆家的孩子 那我是谁 我还能是谁的孩子 妈 我姐和姐夫带那么多人来干嘛呀 说安宁到底是谁的孩子 民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安宁是我十月怀胎 亲生的女儿啊 嗯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这样的 要会这样的 还戴死你 安宁是我十月怀胎 亲自鉴定上的清清楚楚的心 安宁不是你 我看 你是自己不是吃啥脚 哎 爸 你不是说你个死案子不是你披衫的吗 我说 我说 我原来是在医院公司 我这个特口找到了你 之后 我把你死的女儿告诉你 我看你是个女儿 我把你死的女儿 如果你就把你捡了回来 不可能 怎么会是被遗弃的呢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否则 让我查出来安宁是被你偷了 你跟你儿子 就等着吃一辈子劳烦了 你等 妈 那个死案子不是你捡来的吗 什么 小韩 其实是我偷了来的 给她背上我去 特别宠逼的孩子 我是嫉妒那个女人 所以才偷了她的孩子 我会让这个死丫头找到她爸妈 咱们娘俩就死定了 咱们快要走 这个小总 咱们又查到真相 咱们快点收拾东西走不快 小韩 你说我真的是被父母遗弃的吗 与其让我相信你是被父母遗弃的 我更愿意相信你是杨卫真偷来的 你放心吧 你身世的问题我会帮你带还清楚 算了 查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我现在有你过得很好 这么说 怎么喜欢我这么说话 你怎么会让我看起来 喂怎么了 小总 老板来电话了就是老夫人手平了 什么便 对观众请不及的 要不然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 你过来一起回去 啊 丑媳妇怎么讲 嗨 新来的 你怎么打太短了 小丑媳妇你妈怎么样了 在家给你一手 你这白眼 我不这么说你会回来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妈 妈 陈天围着这个女人做 你还是不是我一手带大的骄傲 妈 她是安妮 是我喜欢的你 你只要跟她接触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信 阿姨好 你要不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更好 我 莫莫 你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他手段可高明 他之前还假装癌症病 而且昨天 还让小韩哥带他去参加陆大师的生日宴会呢 告续 这是我的家事 请你出去 小韩 苗苗是我前客人 要出去 这个就出去 妈 你不要听别人瞎说 安宁的社会给你及时 我看你是被这个女人一口让他 他家从癌症病人到处发疯到处得嘴的 我和林家多年交情 他打欣喜你打紫阳 你还有这个方语人 他要退了婚 我告诉你 我眼睛的儿子只有序 妈 不喜欢他 更不会去的 算了不 我不如陆孝敬 小孩 你还是我儿子吗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当 你就这样报答我的 你这个罪魁画手 看着就不觉得会叫喊 宝宝 您不是生病了吗 我看您这经济神 应该会什么呢 这压力气的狐狸精 你把我儿子捏成这样 连他亲妈都不认 妈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放手 我就是死 也不让这个女人叫我消架 我说了 我只爱安宁一个人 妈 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 只有家庭 我想选一个我爱的人组成一个家 难道你想看到我像我爸那样 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吗 哈哈 真是好呀 没想到我道生出了一个情组 你要要满心是你 学家也会帮到你 他让家庭 只会吸根你的血 妈 安宁不是陆家的孩子 他不会脱离你 你们别吵他 伯母 我愿意离开你儿子 真的 算你有智子之名 小海 其实我不是陆家的女 我现在也是个孤儿 永远都配不上 咱们还是算了 谢谢 安宁 这就对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为什么 去摇摇 再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妈 小海你怎么这么好伯母 学友 我告诉你 就算你偷光了站在我面前 死都不会碰你 死都不会碰你 悲伤 是你 我 小海 你不是什么样子算了 我再给你介绍 妈 别再逼我了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就放我死了 我 妈都是为你 你不要离开妈 怕只有你一个亲人 陆安宁 陆安宁 上车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什么话跟你说 最后一次 我以后我也得就这样 你 陆安宁 你在哪 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 跟你说 我没那么多事情 如果你死了 小凡哥 会不会多看我 你说什么呢 我说 这是杨阳的声音 就算我死 我也不放 我不过是跟着你来到了河边 没想到你失令自己挺好 我只是见死了 这又不是故事 小孩跟婆母 真是个妇 没关系 我会补偿给家人 我 你根本就没有家人 正好 本是没比 安宁 陆安宁 陆安宁你在哪 你在哪啊 陆先生 干嘛 把昨天监控给我掉过来 快 睡 不过 就算我死 小孩也会找到你替我保障 行啊 现在还拿小孩给吸气 你是自然 可我又是 不要让你死 再见 小孩 没想到 我还是没活过三个月 我 小先生 人找到了 薛尔的事要在湖边 薛尔 陆安宁呢 三个 陆安宁 是在胡子山了他 小弟别冲动 死人了 已经找了 对不起 小先生 警方和速救队都已经下去三个小时了 估计陆小姐已经 不可能 安宁他没有死 继续派人去找 然后 传下去 谁先找到少夫人 一人五千万奖金是 小韩光 薛尔 告诉你如果陆安宁有什么事 我要你给他飞掉 不是我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把他给我带下去 我不要 小孩你放开我 安宁 你到底在哪儿啊 小总 你放心 一定会找到的 小总 好 这是他们刚才户中找到的东西 说是陆小姐的 遗物 不可能 好 安宁他一定会要死 我今天想去找他看 小总 小总 我的女儿 你怎么还得行 啊 啊 软爷 我这是在哪儿 我不是漏水了吗 又是你救了 老公快来 我们女儿醒了 奶奶 奶奶 你终于行太好了 爸爸妈妈差一点又失去你 路大师 您刚刚笑什么 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是真的 上次你来我们家参加宴会 我拿了一个你的头发 做了亲子鉴定 你看你真的是我们的女儿 原来 我是有爸爸妈妈疼 奶奶你当然有爸爸妈妈疼 这么多年 我和你妈妈一直在找你 妈妈 你叫我什么 根据亲子学鉴定 把DNA分析结果显示 支持陆志南是陆安宁的生物学父亲 原来是陆安宁的生物学母亲 那我叫你们爸爸妈妈不是应该的 应该应该的 哦 那那你怎么会落水 是薛阳 他故意对我下水 想要淹死 真是该死 敢动我的女儿 怪我小孩都不说过 薛家出生了 是的 薛家就破产了 小韩还算动手利索 他一直在打听你的下 要不要把你清醒的消息告诉他 别提那个小韩了 要不是他 那个薛瑶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咱们女儿动手 爸 妈 就像过去的我已经死了 我不想要跟他们再有任何纠缠 行行行 爸妈都听你的 你以前在外边吃了那么多的苦 以后呀 我和你爸就是你的依靠 当初是杨慧珍把你偷走了 不过他已经进监狱了 还有陆小峰也跑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的女儿了 爸 妈 就你这 很厉害 你花了这么多 你心里还咸咸 你心里还咸咸 你心里还咸咸咸咸 我真没用 我居然还弄脏了你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老板 滚 老板 老夫人来了 他把陆小姐所有东西都没用出去 小我全是死人的鬼就我一样 谁敢动一下 我就要了他的命 你小孩你个逆子你敢捂命我 你为了那个女人 搞垮了薛氏 你小孩你还想杀人不成 妈 薛妖他该死 只要我一直没有找到安宁 他也别想 怎么 陆安宁一个人死了 要我们都可以陪葬不成 陆安宁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 死了就是死了 现在赶紧收拾一下 跟我去相亲 早上生个大胖小子 别忘了你的身份和责任 原来这才是你找我的真实妄礼 妈 这辈子 我不会取出了陆安宁之外的任何女人 小孩 你要是不结婚不三次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我儿子 老夫人息怒啊 妈 从小到大 你都是用这句话威胁我 现在还是老鼠的 将这点钱 我不会再做你的嫌慕 这个总裁 到了 小总 您真的要放弃消失吗 那可是你十年的心血 然后你走 我现在只想找到安宁 小总 我昨天得了一个消息 陆大师好像找到亲身 跟我无关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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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停下来 不了吧 再见他又能怎么样 安宁 小董 小董 你是不是看错了 不可能 我看到了他的脸是他 你说 他是不是被人解破了 我说我怎么找不到他 去查一下 那辆车车的主人是谁 好 等等 查到了 那辆车的主人是陆大师的 陆大师的 陆大师的 找到他的名字 去 陆叔叔 陆叔叔 你这是干事 来来来来 去来陆叔叔 求你让我见家安宁 陆叔叔 你这话说的真是 你找女朋友 怎么找到我家 陆叔叔 我知道你找到 你的亲生女 就是安宁 都是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让我妈侮辱她 让薛妖欺负她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既然安宁 受了这么多委屈跟伤害 小韩 你这话好像给我说不着 现在赶紧走吧 陆叔叔 求你让我见你安宁 求你了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 他一向聪明 只不过 没想到他这么骄傲的 亲到过向爸爸跪下 你心里 萧总 你还真是个商人 真是脸皮和纹 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好 还有来求见他 你刚说什么 我是说 像你这样的男人 是女孩子 都应该早早的离开你 赶紧回来 安宁他还活着对不对 他就在这里 那你觉得安宁没事 你去找他呀 你迷赖在我家呀 你不愿意见我 你知道你还活着 你不愿意见我没有关系 我会处理好一切在他找你 盧叔叔 谢谢你们救了安宁 还给了安宁一个家 你还没有资格啊 给我说谢谢 跟你走吧 我 你还没有资格啊 小总怎么样 安宁还活着 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让我见到人 陆家也太过分了吧 小总你都给人跪下了还不让你见 跪下又如何 只要他们之后让我们见安宁 现在该处理学理 啊 小总不好了 学校车上搜头的时候跑 一定要找到他 他现在碰了 一定还会回来找您的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抱抱你 是 你是不是 我是陆家群套时间找回来的陆爱宁小姐 我爸爸和陆叔叔是大学同学 我叫李白 李白 对 师圣李白的李白 好名字 那你是做什么的 我也是画家 对 我特别喜欢你那幅星空 只可惜陆叔叔藏得太好了 只要我们见了一眼 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买我那幅星空的画的人 是我爸 花一千五百万人是我爸 我好像有点说错话了 我只是觉得画 花钱大手大手 怎么会 艺术是无价的 而且我也看了 那幅画非常值得陆叔叔收藏的 是 诺总那个呢 老总 这不太好吧 如果现在找人替代掉你的工作 你说好吧 哎 不好 那老板呢 我什么都给你帮 这位先生 我家老板呢 想见见你 跟你聊聊 我不是什么名老板 骆小姐 说 我先走了 出来吧 小老板 我先走了 安宁 我试过了 站住 小孩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我现在只想好好活着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安宁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对 炫耀伤害你 我妈伤害你 这根道理 都是我不错 我以为我能处理得很好 没想到就伤害了 你还挺有自责者 安宁 我试过了 在你离开我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过得浑浑热热的 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我离不开你 小孩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离开谁 这段时间 我跟我爸妈在一起 是我人生中最轻松的事 存在我们在一起 时机不对 家事不对 什么都不对 但是你现在找到了家 你变得更好 可我要找回我自己 我陪你 不行 我要出国 出国 睡前发话 想着我弄丢了 睡梦了些 现在 先把他转 安宁 最初我不渴 小孩 我很感激这段时间 你出现在我的生命 我不后悔一些 这次 放手了 走去 把他转换 我还给我抓住 绝瑶 你还真是执迷不悦 你还敢出来烧人 你才破诊 我成了同心 他除了三小子 你们就在一起 小时候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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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那个最爱你的人 爱我 就要杀了我最爱 被你爱上 真是早八辈子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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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為什麼 我哪裡不如這個女人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薛陽 你唯有愛不做手段 不惜向人信你 不惜敢愛你 完全 我早就來一倒極去了 清晨 你輩子不能好死 閉嘴 行 你實力阻礙 我已經找到爸爸 馬上又要出國流血 我的人生機會更加快 而已 下半輩子只能在牢裡補充 然後 把他送進去 是 再走小孩哥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看什麼 原來愛真的會讓人變得如此瘋狂 我才不要變成這樣了 我請你爆炸一下吧 那我還心痛嗎 你是為我說的聲 我會不管你 二叔 那個薛陽他放蕩吧 他敢殺我 我真是瞎了眼 我當初還以為他很乖巧啊 媽 你幹什麼 薛陽發風跟他沒有關係 我還是覺得你很乖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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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媽媽是軟酸 你知不知道我和你媽媽當初還給你兩頂娃娃請 嗯 以後呀以後安妮的事我就不管了 媽 你要回去吧 好 而且 一定要保護好你 是吧 嗯 娘娘那我走了 沒想到你媽 偏臉這麼快 沒想到 咱倆在肚子裡就這麼猶豫 那 你還要出貨 好好學習 對 你還要出貨 媽 那我先走了 你真不讓爸爸媽媽送你去 不用了 我都快三十人了 我自己可以的 也看了 薛陽都回來了 聽說他去參加十大傑出青年 光廣東給我 媽 我又沒找她 那我進去 行 到了報酬平台啊 到寶狀 這位美麗的小姐 請問旁邊有人嗎 沒有 你 你好 我叫小韓 目前單身 無言有名 這一次的目的地是 法國 那請問蕭先生 你去法國幹什麼 製作 我得了相思病 一種 沒有愛人就會死的病 成精品